这是立法院开议日 也是吴敦义担任马总统副手以来 第一次到立法院去背询 马上碰到爆他料的震撼弹 灰色屋顶而黄色建筑物 甚至还有超气派的步道与围墙 这个位在屏东长治乡 占定0.25公顷 由农舍改建的豪宅 竟然是蔡英文副手苏家全的家 这么豪华的 第一栋是苏家全住的 旁边那个是太太的姐姐住的 不怪人家说赎百元 按照规定农业用地 只能用10%盖农舍 90%要用农业生产 这样的豪宅根本不符规定 它里面还有造景庭园 还有喷水池 还有贾山 还有不透水的池砖步道 庭园造景等无关农业经营的 使用行为的时候 要由县政府依照区域计划法 或者都市计划法的 划则规定加强查处 邱毅甚至还说 这个农舍是苏家全92年 自己担任屏东县长时 核准兴建的 知法犯法 甚至引设他哥哥苏家富 牵扯进屏东杀死业务 苏家富确实在帮人家做 立得来 苏家要拿出来 苏家的市集 小红人撞下来 在查的时候 只要报他命都没 ros必 国会电堂大爆料 背询官员一头雾水 强调如有不法一定严查 蔡英文寻找半天的副首农选 苏家全出现 但身价背景 现在都要被依依放大解释 申onne ними加ETH 安教主太北 参逅宏 Weekly